首先的話呢,第204題 204題的話,這邊有幾個檔案 我想,因為這邊有一個PSA已經做好了 你不要開這個就好了 因為剛剛有同學有開到PSA 那已經完成了,你就不要看它 給你們參考 那等一下只要開以下四個 PSD 2-1 2-2 2還有那個PS TIFF的話是完成的參考檔案 所以把這四個拖拉過來,放開 放開之後的話,開起來 這個是字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背景 那這次是參考解答 參考解答把它移到最前面 TIFF放在最前面 好,那1,2,3 所以等一下我們順序是分別從這個 1,2,3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只要在這個圖程上面做就好 PSD 02這裡 那題目第一個它要求我們做什麼呢 開啟這個檔案 然後呢運用什麼 運用濾鏡處理畫面之 這個影像效果 首先這個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做出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旋轉效果呢 旋轉效果 首先的話呢這邊 如果我們要做出像這樣的效果 你們稍微要記一下 第一個喔 我必須用濾鏡裡面的什麼呢 濾鏡裡面有個叫扭曲 假設要旋轉的話呢 這邊有個叫扭轉效果 不是旋轉 當然是旋轉對不對 現在要扭轉效果 扭轉效果 等一下 之後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這個是扭轉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 那你這個角度可以調 可以轉這邊 你可以轉這邊 特別注意喔 稍微記一下就是說呢 這個角度 請調整到 這個角度